俄罗斯恐攻酿205死伤 枪手开车逃逸 画面曝光 普京发出指示 AI教父示警 杀人机器人10年内成真 不是关掉电源就没事了 邯郸被害孩子尸骨未寒 家门口有8名黑衣人把守维稳 俄罗斯22号发生一起恐怖攻击 目前死亡人数上升中 已经升至60人 超过145人受伤 伊斯兰国ISIS宣称犯案 而该恐攻影片也在社群上疯传 对此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 普京已经听取相关简报并发出必要指示 综合俄国媒体报道 22号晚间 克罗库斯音乐厅发生恐怖攻击 数名身穿迷彩服的攻击者在音乐厅门口开枪 进到音乐厅后 继续朝厅内观众无差别的开枪扫射 尖叫声不断 同时丢了手榴弹 引发建筑物燃烧起火 据悉 枪手在发案后搭乘一台白色雷诺逃离 这可能是俄罗斯近年来发生最严重的恐怖攻击之一 网传视频显示 当时音乐厅正准备举行老牌乐团野餐的摇滚音乐会 据最新数据指出 受伤的145人中其中60人伤势严重 死者的尸体正在接受检查 不幸的是 受害者的人数可能还会增加 调查委员会指出 包含武器 弹药在内的物证都已在犯罪现场缴获 所有必要的检查 包含DNA 弹道 指纹等都在进行中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普京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就已得知消息 目前正在透过有关部门和各机构听取简报 并发出必要的指示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 前总统麦维德夫誓言要血债血环 他称 所有这些人都必须作为恐怖分子被追查并无情消灭 有消息称 普京会发表电视讲话 但目前还不清楚具体时间 随着AI的不断发展 用它来赚钱的人越来越多 还有一类AI的账号也同样风靡 就是难辨真假的数字洋人 在镜头面前分享一些心灵鸡汤和老年的生活方式 等到粉丝数量足够多以后 他们就会开始带货 而面向年轻人的AI颜值博主 种草博主也开始大批量的出现 AI女博主的人设可以是宝妈 是名媛 也可以是女学生 而男博主则是精英 运动员 男学生 他们伪装成正常的账号 每天模仿着真人更新 让很多人真的是难辨真假 而事实上 只要是有一点素材 再通过AI的合成软件 就可以生产出各式各样的充满异国风情的美女 就比如博主泽倩 他以分享个人自拍为主 视频的风格虽然是非常的单调 但却因为高颜值收获了40多万的粉丝 而他最受欢迎的一条视频是获得了180多万个的点赞 一条高赞的评论写着 好不容易心动了 你却告诉我他是AI 目前这个账号并没有把自己标注为AI 但平台已经给出了提示 显示疑似AI合成 注意甄别 但即便是官方提示了 底下的评论还是会有许多人询问他的穿搭呀 首饰啊等商品 还有一些在技术上制作更加粗糙的AI种草博主 也是在闷声发大财 比如新榜披露的AI博主 春香的粉丝数不到10万 但已经累计售卖了超过11万件的商品 还有百万粉丝的小姨妹在今年的2月份近30天内 预估带货5万到7.5万元左右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的联席主任 研究员盘赫林表示 在AI换脸之前 其实也有人用P图软件和剪辑软件来换脸的 倒脸是一个老问题 只是当前的这个AI技术啊 让倒脸的门槛更低 效果也更好 这是技术进步之后必须面对的侵犯肖像权 误导人脸识别 侵害个人财产 或者是诋毁造谣等问题 可以从技术层面加以改善 比如增加警示等等 不过 有AI教父之称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荣誉教授辛顿 在接受日媒采访时谈到了AI的威胁 他说 很多人以为 要防止AI失控 只要关掉电源就可以了 但超越人类智慧的AI可以用语言来操控我们 或许他们会试图说服我们不要关掉开关 辛顿是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的先驱 他的研究帮助奠定了AI发展的基础 在2023年 辛顿突然从已经工作了十多年的美国谷歌辞职 开始提醒外界AI的威胁 日本经济新闻22日刊登了辛顿的专访内容 辛顿当中表示 如果给AI设定目标作为解决对策 他可能会找出对人类不利的方法 比如说 假设向AI下达遏制气候变迁的指令 那么AI会意识到 为了达到目的而有必要把人类消除 而且他担心真的会有付诸行动的风险 辛顿指出 未来还可能会出现不同的AI相互竞争的局面 例如 如果AI之间发生了资料中心等资源的争夺 这将是一个像生物体一样推动演化的过程 面对透过竞争变得更聪明的AI 我们人类将会被落在后面 他也预测说 未来十年内将出现自主消灭人类的机器人武器 也就是杀手机器人 他说 机器人武器或许迟早也会被限制 但是这可能要等到真正在战场上被使用过 人类认识到会带来多么悲惨的结局之后才能实现 辛顿还提到说 如果从主观经验这个角度来说明 他认为AI可以拥有和人类一样的感觉 他说 人类也会经历与客观事实不符的事件 例如我喝了很多酒 早上醒来的时候 眼前因为幻觉而出现了粉红色的小象 我不会相信小象的存在 而会是认为自己的感知系统没有正常的运作 因此这只是内在的经验 他说 透过相机收集视觉讯息的AI 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情况 例如 把物体放在相机前 用灵径使光线弯曲 形成产生物体在远处的错觉 如果对话式AI解释说 感知系统因为灵径而无法正常运作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有着和人类一样的感知 邯郸学生被同班的三名同学残忍的杀害埋尸事件震惊了全国 邯郸被害的孩子王子耀的尸骨未寒 案件还没有审判 中共就已经开始维稳受害人的家属了 据推友的爆料 3月21日 河北邯郸一位自称是遇害者王子耀舅舅的用户说 他的两个手机的电话号码都已经被封掉了 昨天通讯公司的人过来我们家了 把我们家的信号给屏蔽掉了 怕我们乱发信息 此时此刻家门口起码有8个人在值班 不让任何人靠近 一则视频显示 有多个不明身份的人士站在王子耀的家门外 有网友表示 这就是极权专制政体的制度之恶 只能唱赞歌不能哭冤情 也就不奇怪包公词都被哭关门了 也有的网友表示 这个案件唯一值得庆幸的一点是 现在杀人罪的入刑年龄下调到了12岁 否则这三个小孩就会被直接释放 还有的网友表示 估计有人盯上了那个小孩的器官了 至于那三个人 可能只是替罪羊 再把尸体毁了 少个器官也看不出来 另外还有网友意味深长的感叹说 小时候老师说 国家强大了 就没有人欺负我们了 长大以后才知道 国家强大了 就没有人敢救我们了 到老了才知道 国家强大了 就用维稳来对付我们了